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弥勒净土游记 主著先佛为窥姬菩萨 地念一回准备阁中看莲话 窥姬菩萨将 盛世连开遍见慈尊荣 闻道不退无上心 内愿殊胜 即在得能见佛文法 无上道心从此不退转 贤生 今夜无等仍是由访准备阁 出发吧 何时顶礼 是啊 弟子功灵您是才几句话 不由有些许疑惑 请教 真能见佛文法 立刻无上道心勇不退转 这种情形 是否跟严福提众生 得明师开示而可开悟的情形一样 大大不同 严福提众生处在轮回 而明师乃为修行高深之行者 所给予众生之开示 有一定之格局 换言之 有所局限于某种领域或者境界 但是在弥勒净土中 见佛有受灌顶加持之意 文法有破之驱迷之功 因而从莲化之时 以弃见佛文法这一短暂过程 已经完全解除避障数卷 而使各个见佛文法之人都能妙觉真谛 真如实性 永固道心 师之开示如此奇妙 弟子记得前期那位准菩萨曾经云集 在准备阁可见莲化之光景 不知今日弟子能得观此奇景 而体会如此妙相 当然可以 不过莲化所在 乃位于内院七宝池 不在准备阁 那位准菩萨怎言可见莲化之过程 师言乃在内院七宝池 不错 是在内院七宝池 隶属反扑归真格 但在准备阁有一处地方 可显现七宝池的光景 弟子明白了 那是看碧露电视 碧露电视是贤声在言佛提的用词 准备阁中是传真讯息完全险景 宛如置身其境 好听 这还不是摄影在放影的原理 那就凡师带隐弟子先去观看其境 可以 师生穿越重重乌射 避开床床人影 来到一处静视 贤声注视前面那面精静 就可看清景象 是 此时静视之中已有二位准菩萨 在观看那个精静 此时静里所显现是个远景 在一片珠光宝华 从许多不知名的爬藤类 及高耸的巨树细缝中闪耀 最近头处是一幢光滑满部的大殿 而在中央一处空旷地上 有一座由无数宝石镶嵌的水池 水色成七彩交错闪翅不定 宛如鱼鳞波纹 在看景象的二人士年约四 五十的中年前到 此时亦已警觉窥师降临 而连忙行礼后便又聚精会神的观看精静 是啊 他们在看什么 镜中显现之处 极为反扑归真格中的七宝池 他们二位正在看一位莲花的灵神 弟子怎么看不到呢 贤声注意看 在此一七宝池的右边二点钟方向 有一朵莲包正逐渐引入池中 那正是要莲花的一朵 如是看去 原来这七宝池可真大 虽然在景象中不免有错估的现象 但此池绝对不比一座面积树母的池塘小 而池中满布莲花 有开放 有含苞 甚至有谨慎之梗 因而无法却知其树木 但依其排列麻密而言 恐怕数千或者万株都有 是啊 弟子看到了 他怎会下沉呢 因为有一位头鸣于此包 所以他下沉孕育 以致连开化身 这要很久吗 而头鸣于莲花是否有特殊因缘 弟子是说那一位头鸣于那一株 有特殊的因缘或规定吗 一会儿 只要刹那间即可连开 而头鸣并无特殊因缘与规定 啊 贤生快拜佛 慈尊以来为此未说法 言必 意立即和时攻速面向精进 见亏师如此 意见那二位在观境之人 意恭恭敬静静俯身行礼 因此不敢怠慢 意素依行礼 但却不忘双眼仍注视镜面 是啊 弟子见到了 只见七宝池上空忽然缤纷降下无数彩华 而耳中也听闻到一阵阵肃穆泛唱 紧接着一道巨大彩虹不知由何悬泻而下 彩虹之上最前头正中 助力一位巨朔无比 满部金华灵光 法相正是慈尊 身后密密麻麻无数眷属 西街顶门显光 金华满部的菩萨 龙神 天子 天女等 此时池中连包又渐渐浮生 就在泛畅音中 慈尊眷属洒花缤纷的时候 那朵连包刹那间由半缝中绽放无数光滑 逐渐半开蕊线 只见正中蕊心中有一位细小的婴儿正俯伏叩手 慈尊满脸慈容 笑呵呵的手一伸 只见一道白光 有一只细小手掌直磨婴儿顶门 一边磨顶 慈尊口中合动 听不清是什么 但却见那婴儿从磨顶之后已逐渐长大 面上神态也清晰可见 只见他从一片纯质的眼神 面旁流露如木喜悦的神情 渐渐面芒洋溢领会的神情 从有所得的神情 再至一片祥和 却在此时浑身一满布金华灵光 足踏那朵莲花冉冉上升 随着慈尊离开七宝池 哇 这个过程就是诞生一位菩萨了吗 话落 那二位观境之人 其中一位略胖行者先醒过来 啊 连开见佛 文法永不退堕 真是奇妙 这位大德 弟子有礼 请问您们为什么可以来此观看莲花奇景 五等在此准备 阁中除了精进修行之外 每逢有莲花知识 每个人都可以来此观看 因为一则了解莲花的奇妙 再则亦可败也此尊荣 虽然不是真实见佛文法 但却是五等热此不疲的精神粮食 此时那位略兽的行者 好似才从梦中醒来 呼 第一次见此妙景 真是心非一池 融入其间了 妙啊妙啊 您这位大德是否太过投入了 这位较胖之大德也没有像您这样沉醉啊 他已经看过两三次了 无第一次观此妙景 当然与他感受不同 原来如此 对了 弟子乘此机会请教 听二位大德之言 在此除了精进修行之外 可以来此作为休闲之处 这是说在此地 您们也不必时时刻刻精进修行 贤生说对了 试着想 如果时时刻刻精进修行 天寿四千年的时光 恐怕会把一个正常人逼疯了 那还要谈什么精进修行 那么您们平常又是做什么休闲呢? 很简单 每天有每天固定的功课 就像凡间的学校 有订定课程表及休息时间 您的意思是说 在此就像在严福提的学校一般 然也 感谢二位大德开示 弟子告退了 有些若有所思的走开 贤生可是有心事 是的 弟子可能弄错了 内院的准菩萨跟菩萨们都说 不可能时时精进修行的 只注重修行 而漫长时间的打发却也是重点 那么外院的天人众生 要他们时时刻刻都做修行 那岂非正是会把正常的逼成不正常 弟子想 外院的补助道士不能疏忽了 好的 贤生无等加油吧 感谢师之鼓励 行了 回到堂中了 贤生投体吧 弟子恭送师驾 可无回 字幕志愿者 贤生投体吧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